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有一个难处 这个难处是什么呢 就是常常无话可说 是不是这样 就是常常有弟兄姊妹问 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觉得无话可说呢 一方面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不够亲密 你和你亲密的人一定是有话可说的 和神的关系如果亲密到一种程度 我们应该是有话可说的 当然有话说也不像小孩子对父母那样 我们常常说你要像小孩子一样 对爸爸妈妈那样就说话 可是小孩子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我中心的 总是要向父母要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无话可说关系不够亲密 我们对神不够认识不够了解 如果像上一堂我们讲 进入到在圣灵里的祷告的时候 你是有很多的话要说的 圣灵会催促着你 圣灵会教导着你 如何在神面前对他说话 这一堂我们要讲一讲 当你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有一个秘诀的 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如何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如果我们学会了这一点的时候 你祷告的时候一定是有话可说的 而且是说不完的话 而且说的话都是蒙神喜悦的话 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神自己的话是最能够表达他自己的心意 要不然的话他就不如此启示了 是最能够表达他的本性 最能够表达他对我们的爱 最能够表达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这是神的话 当我们以对神的话语的这种信心 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 我们相信这是合神心意的话 信心 敬畏之心 对神的话语要有敬畏之心 这是神的话 所以呢有一位这个圣徒啊 就是那个叫 就是上个世纪叫Toser 陶树 陶树说过一句话 他说每一次他读经的时候 他说我不是打开一本扑扑通通的书 他说我是面对那位对我说话的上帝 打开圣经 他说我是面对那位对我说话的上帝 我今天要看他对我说什么 今天我打开一本圣经 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是面对那位对我说话的上帝 我今天读的经文就是他要对我说的话 神是又真又活的 他是借着他的启示之道来对我说话的 对我说话的 所以呢要存敬畏之心 而且是谦卑顺服的心 谦卑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升高 高到哪儿去呢 高到他的宝座那里 当我们这个以自我中心 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那是一种很高傲的态度 那神就会使我们降低到什么程度呢 低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所以呢存敬畏之心 谦卑之心和顺服之心 以神的话语为祷告的内容 向神祷告的时候呢 一定是最合神心意的祷告 如果合神心意 也是最能够蒙神垂听的祷告 而且呢最终呢也是神最愿意成全的祷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操练着 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 一到二节 我们看见门徒来求主教导他们祷告 那个地方说到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我们的主是一位祷告的主 有时候他会通宵祷告 不住的祷告 门徒都看见了 但是主的这个祷告如何能够落实在他们的生命中呢 他们就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那主教导他们祷告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就像我们的主祷文 主祷文实际上是主教导门徒祷告的一个祷告模型 那不是主自己的祷告 当然他也会称呼父为天父 但是他说的是教导我们祷告 如果这个我们祷告 按着主教导的模型来祷告的时候 实际上是已经用主的话语来祷告 用神的话语来祷告了 那今天如果我们对主说 主啊教导我们祷告 那主怎么回答我们 主怎么回答我们 主就会让我们按着祂的话语来祷告 如果我们今天按着主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 已经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模式了 就是这样 主教导我们祷告 用神的话语祷告 我们在用神话语祷告的时候呢 就把赞美感恩带进去 我们不是说我就把圣经念一遍就是祷告了 不是这样的 当我用主的话语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自己与神的关系带进去 就好像你用主的话语祷告的时候 你就是在与神的交流 在交通 把自己与神的关系带进去 把自己的属灵需要带进去 属灵需要带进去 这样呢 就成了一种与神美好的这种交通 那这一堂呢 我们希望以这个诗篇119篇为祷告的一个样本 祷告的样本 讲一讲我们如何跟随着诗人来向神祷告 诗篇119篇是诗篇中最长的一篇 有多少节啊 176用数学推翻的可以推翻出来啊 那这个是祷告样本 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 我盼望弟兄姊妹啊 你能够跟着诗篇119篇 来操练22天 一天八节 来祷告 把自己与神的关系带进去 把自己的属灵需要带进去 把自己的赞美感恩带进去 把自己的属灵生活的实际状况带进去 这样呢 你操练22天 你的祷告就会不一样了 就会不一样了 当然你首先要明白诗篇119篇是在说什么 诗篇119篇呢 当然是最长的一篇祷告 整本圣经中最长的一篇祷告 为什么呢 它一到三节就是一个引言 那里告诉我们说 行为完全 这个遵行耶和华律法的 这人便为有福 讲到这个 整篇诗就是一个关于蒙福的诗篇 我们不是常常说我们想蒙福吗 如果你按照诗篇119篇祷告 你就会蒙福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祷告过程中 你会行为变得完全 变得更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第二节说到遵守他的法度 一心寻求他的 这人便为有福 然后这人不做非议的事 但遵行他的道 然后呢 从第四节就开始祷告了 耶和华呀 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 为了我应尽遵守 一直到176节都是世人的祷告 所以我说是最长的祷告 你能够操练22天的祷告 你的祷告情况就不一样了 但是呢 要先了解这个诗篇 我是盼望着 以后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就跟弟兄姊妹 把整个诗篇 119篇全部能够分享一下 我们一同进入到这个诗篇里面去 跟随着世人一同在主面前祷告 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啊 这个得到意想不到的 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结果 要先了解几个方面啊 那第一个方面呢 要知道虽然有176节 22个单元啊 但是呢 都不是散乱的 没有逻辑关系的 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诗篇 所以它很宝贵 很宝贵 就是说这篇诗呢 它是一位敬畏神 渴慕认识神 追求行为完全的圣徒 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所以它是连贯的 它是完整的 它是完整的 如果我们读下来 如果我们祷告 按照这个过程 祷告一遍的话 22天 我们就等于是 进入到这位圣徒的 整个生命过程 它与主的关系里面去了 那它呢 描述了它这个人生的 这个起起伏伏啊 有时候喜乐自由 在一种喜乐和自由的状况中 但是有时候呢 会因为犯罪得罪神 而感到忧伤 还有的时候呢 就陷入到受逼迫的这种状况中 所以呢 它在整个的人生过程里边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每一种情形 它都描述出来了 所以呢 很适合我们每一个 在这个属灵追求过程中的基督徒 来跟随着来学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如果我们能够抓住 这个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中的 一些主要的词汇群呢 我们就了解这首诗就很容易了 还有三个主要的词汇群 一个呢 就是神的启示真理 神所启示的真理 关于神启示之真理的 这个说法呢 有八个字 一个呢就是律法 最主要的就是律法这个字 然后呢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法度 神的叛语或者典章 神的训词 律律 命令 应许 那这几个字呢 都是在讲神的启示的内容 神启示的内容 所以你一看见这些东西 你要把这几个字呢 都要搞清楚 神的律法有不同层面 有的是纸摩西的律法 有的是就泛指 神整个的话语 或者是九月的内容 神的话语 当然就是神说出来的话 神的法度就是一些规范 判语 典章 训词 有时候呢就 甚至律法中很细致的东西 都包括在他的这个律例 他的命令和应许中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 就形成了一个规范 我们就是在这个规范中 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那这个第二个词汇群呢 就是描写神属性 和他的作为的词汇群 前面他的启示应真理 你像这个神的慈爱呀 神的慈悲呀 神的良善呢 神的诚实 神的公义 神的怜悯 所以呢进入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 你是进入了神的这种 美善属性的祷告 当我们 我刚才第一堂已经讲过 当我们进入到神美善属性的祷告的时候 神的属性不是独立于我们隔绝的一种状况 它是会进入和影响我们的 当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圣洁里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性情会受影响的 神的圣洁会进入到我们里边 圣灵会 在圣灵里祷告 他会借着神的属性提醒我们 要过追求圣洁的生活 所以呢这些东西都会诚实进入到我们里边 会提醒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 对神诚实 对人诚实 对自己要诚实 然后公义 怜悯 这些都是描述神属性和祂作为的一些字 然后呢第三组呢就是 现在神的这个启示性真理在那里 神属性的这些描述在那里 那神的百姓如何回应神的这个 启示性真理和神的属性呢 就有了这个喜爱 遵守 学习 揣摩 思想 仰望 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抓住了之后 这三样三个词 这个三组这个概念抓住之后呢 我们对一百一十九篇就很容易了解 很容易了解 那第三点呢就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呢 大致上有三个类型的这个经文 经文不同的类型 抓住之后呢 一个是诗人对自己和他人的灵性光景 和人生状况的描写 比如他描写自己 二十八节说到 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 求你照你的话语使我坚定 他的心因愁苦而消化 他也处在愁苦之中 甚至他的心已经软弱的一种中 如辣消化 如水倾倒的这种状况 求你坚固 用你的话语使我坚定 然后一百零九节他说到 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 我却不忘记你的履历 这是第一组这个经文群的意思 第二点呢就是 描述诗人与神这种生命关系 或者是描述关系层面的一些经文 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赐我悟性 就是这样的话 你的话是我脚签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然后第三个经文类型的就是 神启示的真理 他的话语 他的律法的那些特质 神的律法 神的话语有一些特质 这个他告诉我们一定要抓住 比如你的法度奇妙 这是在讲神话语的这种特质奇妙 而讲这个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这些东西呢 经文就帮助我们了解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 如果抓住之后呢 了解了这个诗篇 我们去跟着它祷告 才知道如何祷告 我们只有把这个诗篇 这个内容了解了 才能够学习如何祷告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诗篇的 这个一百二十九到一百三十六 刚才念的这三节经文都在这里 四节经文都在这里 一百二十九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一百二十九到一百三十六 你的法度奇妙 所以我一心遵守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与人通达 这些经文我们都是可以跟着祷告的 可以跟着祷告的 我张口而弃传 因我切募你的命令 有没有读出这些话语里的那种味道 我张口而弃传 因为我渴慕你的命令 一会儿我们再讲 求你转向我 这就是一百三十二到一百三十五 有四个求 求你转向我 怜悯我 好像你素肠带那些爱你名的人 求你用你的话语 使我的脚步稳当 不许什么罪挟制我 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 我要遵守你的训词 求你用脸光照扑人 又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一百三十六节说 我的眼泪下流成河 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 注意到这一段经文里边 有这个 这四项呼求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 那一百三十二到三十五节的四项呼求 我们也特别讲 但是我们要先看一看 这四节经文的上下文 就是一百二十九节到一百三十一节 还有一百三十六节 这就是经文的上下文 而且是直节的向上下文 我们要把每一节经文 放在它的上下文里 我们才了解它的实际意义 有直节的向上下文 还有稍微远一点 比如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 这个大的上下文范围 我们了解了之后 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些经文在说什么了 一百二十九节呢 叫我们看见了神的法度的奇妙 那这节经文书语 刚才我们说的经文类型的哪一类呀 我们刚才说有三类经文 其中有一类是描述神话语的那些特质的 神的话语有一种奇妙的特质 为什么奇妙呢 就是因为超出了我们能够想象的程度 带出来的行为 带出来的能力 带出来的智慧 都是我们无法测夺的 非常奇妙 正是因为神的法度奇妙 诗人说 他要投入整个生命来持守神的话语 神的法度 来遵行神的法度 所以他说我要一心谨守 这个谨守呢就包括了持守和遵行 要抓住神的话语 而且呢要把它落实在自己的生命中 如果这句话执意过来就是 所以我的灵魂 我要用我的灵魂和生命来持守 这就是他对神话语的反应 神话语的反应 一百三十节呢 进一步说到神话语的奇妙 神的话语的奇妙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 愚人通达 那这节经文呢 让我们知道 这个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 它里边提供了一个原则 我们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 不是传文化 不是传哲学 你看现在好多传福音的时候 一讲讲了一大通文化 讲了一通什么西欧洲文化呀 这个希腊哲学呀 什么罗马这些中国古代文化 讲很多这种东西 结果到讲福音的时候呢 那占的比例很少 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要把神的话语解开 向人解开 就发出亮光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道 是生命的光 我们要让这个光 福音荣耀的光照进人心里去 他才是传福音 他才能够对人产生果效 传福音就是解开神的话 然后呢 叫神的话进入人心 然后呢让生命的光能够照亮人心 那这个呢 才达到传福音的果效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有一些传福音的原则啊 131节呢 叫我们看见 十篇一 一百一十九篇的作者 是一位 爱慕 渴慕神 律法的一位圣徒 渴慕到什么程度 你注意啊 你要看看我们 有没有渴慕到这种程度啊 这个他说 我张口而弃船 因为我且目你的命令 我张口而弃船 因为我且目你的命令 当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你就觉得有一个缺氧的人 一个人呢 缺氧 缺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你到高原上的时候 那个氧气吸薄的时候 那些人会是什么样子啊 张口而弃船 船不过气来了 喘不过气来了 所以呢 空气吸薄 呼吸不过来了 就要昏过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正如人 生命需要这个呼吸 需要氧气一样 使人知道 他的生命中需要神的话 需要神的话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啊 都能够到这种程度 一天不读主的话 好像喘不过气来了 一天不祷告的时候 好像喘不过气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看你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状况 想一想看 喘不过气来了 张口喘气 所以呢 需要用神的话 来去 来去作为这个 我们生命中的这个 这个需要 来去对待 那最后呢 136节我们看见 使人为步伐的世代哀哭 他说 我的眼泪下流成河 当然这都是夸张的表达 诗篇里面有很多夸张的表达 但是这个夸张的表达 让我们看见 他生命的真实 生命的真实 我的眼泪下流成河 为什么会流这么多的眼泪呢 这个 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 因为有一群人 或者是这个世代 不守你的律法 是一个步伐的世代 所以呢 使人眼泪下流成河 你看这个 和这个 新约中的保罗 也是一样的 保罗 保罗也是一个 常常流泪的这个使徒 流泪的使徒 当他看到那些 这个 以自己的这个 度父为神的人 十字架的仇敌啊 水利比书三章 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到 看到那些 以自己的度父为神 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 所以呢 保罗说 我为他们流泪 保罗流泪 我流泪的告诉 流着泪告诉你们 他们的 这个 这个 神就是自己的度父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因为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看见诗人 为那个步伐的时代流泪 那今天我们生活在 这样的一个时代啊 我刚才说 也是一个步伐的时代啊 所以呢 我们不是咒诅 而是流泪祷告 流泪祷告 为那些 悖逆反叛神的 刚才我们说一些 颠倒上帝 创造秩序的人 我们不是咒诅他们 不是说这些人 一定要下地狱 说这些东西没有用 下地狱 如果不悔改 肯定是下地狱 不用你说 但是呢 我们如何能够制止住 止住他们走向地狱的脚步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时候 需要我们在神面前 流泪哀求 那所以我们根据 这一节经文呢 几乎可以 对诗人所处的 那个 那个时代的 那个灵性光景啊 做出一个判断 就是当时 那个时代呢 是不守耶和华律法 或者是 那是一个不法的时代 所以诗人说 我眼泪下流成河 你看他 对那个时代 哀伤到什么程度了 在神面前流泪祷告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什么 下流成河 就像诗人这样 为不法的百姓哀哭 先知耶利弥 也是这样啊 先知耶利弥 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和为我百姓中 被杀的人 昼夜哭泣 因他们都是 行奸淫的 是行诡诈的一党 耶和华说 因为这百姓 离弃我在他们面前 所设立的法律 没有遵行 也没有听从我的话 所以先知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呢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也是一个不法的时代 神的律法被践踏 整个国家呢 在走向这个 道德与灵性的崩溃 所以我们需要哀哭 注意哀哭啊 诗人在这里说 我眼泪下流成河 哀哭本身 它不是一种 不是一种无助的流眼泪 基督徒 哀在神面前哀哭祷告 并不是我们无助 并不是我们无能 流泪祷告 哀哭祷告 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呀 就是一种能力 这个 不是无助的哀哭 而是向神 为这个时代呢 呼求怜悯 当我们在流泪祷告中啊 或者这个时代 可以像尼尼威那样 从上到下 匹马文徽 向神悔改 向神悔改 这是我们要祷告的内容 好了 看了这些背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了解 诗人的四项呼求了 也变成我们自己的呼求 当我们说 跟着诗人来祷告的时候 就是所有这些呢 都要变成我们自己的祷告 132到135 这四节经文呢 是诗人的这个求告啊 包括四项内容 第一项呢 就是求你转向我 怜悯我 好像你肃长 带那些爱你名的人 第二项呢 就是这个 求你用你的话 使我的脚步稳当 不许什么罪孽挟制我 然后第三点呢 求你救赎我 脱离人的欺压 我要遵守你的训词 第四项呢 就是求你用脸光照仆人 又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那这四节经文里边呢 其中有八个动词 六个呢 都是命令语气 当然都是祈求啊 这个命令语气 可以理解作祈求 表明诗人的这个 祈求十分的真诚 十分的迫切 他强烈地要求神 吹听并成全他的祷告 就是他的祷告 强烈到一种程度 然后呢 就是让我们看见 是如此的迫切 就是神要吹听 要成全他的祷告 那我自己啊 在这个 有一次在这个守望祷告中啊 我就用这个四项祷告 作为我在神面前的祈求 祈求 就感觉到这个 这个属灵生命啊 受益匪浅 你看诗人在圣灵的感动下 向神发出的 这四项求告啊 如果我们仔细默想 这个 这个诗人的这种求告 你就会感觉到这个 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主面前所发出的祷告 先看第一项啊 求你转向我 怜悯我 好像你肃长待那些 爱你名的人 这是诗人的第一个祈求 求你转向我 怜悯我 好像你肃长待那些 爱你名的人 诗人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原因使神的眼目 转离了他 那很大的程度上 是他犯罪得罪了神 神的眼目会转离他 你注意在圣经中 新约圣经中啊 有一个描述很有意思啊 就是当主耶稣基督 向门徒们启示出 他的十字架之后 马太福音十六章 前边这个主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人说我是谁 他们就乱说一通 是先知先知里的一位 或者是耶利民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那彼得就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这句话说的是 很重要很美的一句话 你是基督 你是弥赛亚 你是旧约里边 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 你是神的儿子 连他的这个使命和他的位格 这句话都说出来了 所以主耶稣说 西门巴远拿 这不是输血肉的指示 不是其他的人指示 不是先知告诉你的 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 然后呢主呢 才要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对他的位格和使命的认识的基础上 来建立他的教会 所以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之上 这个磐石不是指彼得 而是指彼得所领受的这个启示 到了第21节的时候 16章21节 那是整个马太福音的一个转折点 我常常说 那个地方是马太福音的中轴线 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 耶稣从前边的这种 医病 赶鬼 传道 教训 一下子进入到他 自己使命的那个最关键的那个过程 那就是十字架的过程了 所以那地方 从此耶稣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被张老文士祭司长受许多的苦 在张老文士祭司长手中受许多的苦 这个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斯利复活 注意那个地方 那个必须啊 我常常说 管着后边的四项内容 第一是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 圣经中有十字架的真理 没有十字架的道路这种说法 但是主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 要走的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然后呢 要受长老 必须受长老祭司长 文士许多的苦 也是要必须管着那个内容 必须被杀 然后呢 必须复活 这是十字架最完整的内容 当主耶稣把十字架的内容 向门头启示出来之后 那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反应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 注意到彼得说的了吗 这是彼得说的 而且呢 彼得是拉着他 劝他说 但圣经实际上 那个劝呢是责备的意思 那是很粗鲁的一个做法 耶稣正往前走的时候 一把拉着耶稣 然后责备他说 责备他说 万不可如此 主说 他必须 彼得说 必不临到你身上 就是说 十字架一出现的时候 这群门徒和主的这种关系 马上都发生变化了 对主的认识 马上就发生变化了 本来他说你是基督 那基督来世上是干什么呢 是要上十字架的 结果当十字架出现的时候 他们认为 所跟从的这个基督 本身出问题了 万不可如此 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 然后呢 主耶稣就 回过头来 说什么呢 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 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那个时候 因为主就转过身去 那个意思就是说 主本来正在面对着彼得 实际上呢 主转过身去了 这个地方也是说 求你转向我 那转向我这个字 用在神身上 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很大的事情 因为这个转向 在希伯来文里 是shu这个字 这本来这个字 是就是悔改的意思 神常常说 如果你们悔改 如果你们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所以呢 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 求你转向我 怜悯我 那诗人可能是 当时落在了这样的一种 犯罪得罪主的状况中 以至于神的脸 这个转离了他 他现在求神 能够转向他 那这个在我们的祷告中 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有得罪神的东西 得罪神的事情 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 我们的祷告也应该是这样 因为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 神就转离了我们 那我们就求主转向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好像你素常带那些 爱你名的人 诗人在这里 虽然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原因使神的眼目 转离了他 但我们知道诗人 这个不敢离开神的看顾 诗人需要神的怜悯 要注意这个 那怜悯这个字呢 刚才我讲那个 这个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 已经说到 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这个怜悯的意思就是 神在我们身上 有一种要拯救我们的意愿 但不单是意愿 而且呢 神会落实在他的行动上 这个才叫怜悯 怜悯 那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前面他已经说过了 是神的法度 是神的言语 诗人确信自己是 爱神之名的人 虽然他得罪神了 神已经转离了 但是他还是知道 自己是爱神之名的人 神如何转向他这种 和怜悯他这样的人呢 他求神转向和怜悯他 所以呢 实际上彼得在那个时候啊 他应该向耶稣求告 主啊求你转向和怜悯我 那我们也是一样 当我们说我们 要跟着诗人来祷告的时候 就是这样来祷告 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把它带进我们的实际的生命经历里面来 把我们的生命经历带进 神话语的祷告中来 我们就会祷告了 我们就有话可祷告了 就有话可祷告 所以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 也是应该这样向神呼求 转向我 怜悯我 那133说到第二项这个祈求啊 求你用你的话 使我的脚步稳当 不许什么罪孽挟制我 和前面也是有关系的啊 也可能是他这个犯罪得罪主 以至于神转离了他 所以呢 他下边祷告的就是 不要让什么罪孽挟制我 求神以他的话语 兼顾他的脚步 不让他的脚步走上邪路 我相信这是他祷告 这应该也是我们祷告的内容 主啊 求你用你的话语 来规范我的基督徒生活 看我的生活 有哪些偏离了 你给我们所定下的这种 生命规范 生活规范 生活规范 实际上我们当了解了 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呀 会一直被神自己限定在 他自己的规范里 如果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每天的生活 都能够在神话语的这种规范里 你想一想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呢 诗人在这里祷告的就是 不让他的脚走上邪路 以至于落入罪的挟制之中 好多的东西呀 都是有过程的 都是有顺序的 所以诗篇第一篇怎么说 第一篇怎么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这人 周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实际上这句话呀 第一个字就是有福 就是有福 诗篇的第一个字就是有福 就是蒙福这个字 诗篇 所以呢 诗篇实际上 它的主题就是 如何在神面前做蒙福之人 一百一十九篇呢 也是这个意思 如何在神面前做蒙福之人 所以诗篇第一个字 就好像一盏明灯照下来一样 就是蒙福的这个亮光照下来了 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 你就是一个蒙福之人 第一个字就是 阿歇瑞哈伊什 阿歇阿罗哈拉哈巴阿撒拉撒因 就是这个 先是不从恶人的计谋 因为什么呢 一旦你从了恶人的计谋 你必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们在信仰的道理上 出现错误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会有错误的信仰实践 对不对 就会站罪人的道路 就会走罪人的道路 然后呢 当你如果在罪人的道路上 一直站着 一直走下去 最后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就发现你已经坐在 泄满人的座位上了 恶人 罪人 泄满人 都是同一类的人 坐在座位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决定着你的身份 决定着你的地位 不像我们今天的座位 你坐哪儿都可以 主日敬拜的时候 都捡最边上的座 其实很少坐在前边 但是你知道 在这个旧约里边 坐在前边的位置上的人 都是地位很高的 对不对 所以坐位决定了你的身份 决定了你的归属 看到没有 从计谋到道路 到这个归属 这是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所以这个诗人在这里求 你用你的话语 兼顾我的脚步 不要让我走上邪路 以至于落在罪的瑕疵之中 所以诗人很清醒地 知道什么呢 真正能够使他的脚步稳当的 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他在前边105节已经说过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这是基督徒最愿意读的话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没有去认真的思想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你知道这个走路 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呀 弟兄姊妹 有没有去深想啊 走路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 你在这坐着 一会儿要出去 要走路的 对不对 你来的时候是要走路的 虽然你开着车也是要走路的 但是呢 是我脚前的灯 一脉脚 我就要走在你话语 走在你的旨意里呀 是不是 我一走路 就要落实在你的话语的规范里呀 所以你的话语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啊 是我路上的光啊 所以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特别这个地方 他提到罪这个字啊 那这个字呢就是有伤害难处 罪带来的伤害和难处 有恶行 有欺骗 有错谬 和败偶像 很多的意思啊 所以呢 他说不要让这些罪孽 这一系列的罪孽 挟制我 一旦这样的罪挟制 人的光景啊 将是何等的可悲呀 所以他在神面前 有这样的求告 所以这也是主教导我们的 不要叫我们欲见试探 救我们土里凶恶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啊 带进我们的祷告中 那我们有这样的祷告 每天有这样的祷告 弟兄姊妹 圣灵常常会提醒我们 不要叫我们落入试探 不要叫我们这个 落入这个罪孽的挟制之中 然后呢 一百三十四节呢 又是 就是世人的第三项求告 求你救我脱离 人的欺压 我要遵守你的训词 脱离人的欺压 然后他说 我要遵守你的训词 那这一节出现了一个新字 这个字呢 就是救 或者是救赎的意思 救赎的意思 从世人的这个祷告中呢 我们可能能够感受到 他正在受人的欺压 他在一种被人欺压的 这样的环境中 那我们的生活中 也会遇到这种状况 对不对 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 有的是政治逼迫 政治逼迫 如果我们现在要在这个世代 做一个坚定的传道人 有可能就会和这个世代的 很多东西发生冲突 你像这个加拿大那边 已经有牧师在讲台上 讲这个 这个通行恋是罪 是这个违背上帝旨意的东西 已经被告到法庭上去了 那以后在美国会不会是这种状况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作为传道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 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 我们会落入这种欺压 落入这种逼迫中去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祷告 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 但是呢 目的是我要遵守你的训辞 然后呢 他请求神以救赎的作为来释放他 使他的身体与灵魂都得到自由 注意他愿意得到自由 要释放了就是得到自由 目的是要让他在自由的心灵状态中 来遵守神的训辞 那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呢 我们刚才说过 有时候会落在人的欺压之下 甚至你在工作岗位上都有可能啊 落在这个人的不合理的挟制之下 这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呢 就是求你救我脱离 或者是在这样的逼迫环境中 还是赐给我心灵的自由 那也是救赎 所以呢 我们会落在这个人的欺压之下 会落在政治权势的限制之中 像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 现在都在这个一种限制之中啊 这些年来比过去就这个受的限制更多 以前还可以有正常的聚会 现在连正常的聚会也很艰难了 原来如果是五百人的聚会 还能允许存在的话 现在五十个人的聚会都不太可能了 所以好多这个大一点的教会 现在都拆成小组 所以牧师都很辛苦 以至于在小组里边 前天我看到的一个消息 在小组里边 在小型的聚会中也很艰难 为什么呢 连小型的聚会中 都有可能有他们的卧底啊 有他们的卧底 他们现在搞这个所谓的维稳啊 就是已经深入到 这个每一个聚会的 这个很小的一个group里边 然后呢 去在里边去捣乱啊 去统计啊 去汇报啊 把你讲的内容汇报上去 以至于现在好多的教会啊 在讲道的时候 这个PPT上面写了好多的字母 不敢用这个中文写出来 比如祷告啊 用这个字母来代替 用这个什么 这个逼迫啊 用字母来代替 用这些东西 就已经到了这种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能在神面前祷告 求你把我从人的欺压下 释放出来 哪怕是你允许这样的环境 临到我 还是给我有生命的自由 有心灵的自由 现在关键是好多弟兄姊妹 已经没有这种心灵的自由了 他们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 连聚会中都不敢再去 这个把神的话语 清晰地写出来 好多东西用字母来代替 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状况 因为失去了心灵的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像世人这样祷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目光 若不是在那位 能够救我们脱离人 欺压的身上 我们就得不着生命 与心灵的自由 若我们得着自由 如果不是为了遵行神的道 这个自由就没有价值了 这是世人在这里要表达的 神给了我们这种自由 我们就自由地敬拜他 自由地祷告 自由地读他的话语 自由地来表达 我们的彼此相爱 那这个自由 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然后呢一百三十五节 求你用脸光照仆人 又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这一项祷告呢 就是求神用脸光照他 将律力教训他 那这个祷告呢 实际上呢 是来自一个很古老的 这个赐福的应许 在民书记六章二十五节 愿耶和华时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脸光照 摩西和神站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脸 神的脸跟他面对面的时候 然后呢他的脸就会发光 对不对 会发光的 如果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基督的脸是会发光的 每一次从主日敬拜回去的时候 一出门 人家会看见你脸上的光的 但是我们今天呢 这个基督徒从敬拜中出去啊 祷告之后啊 读了神话语之后 脸上都没有光 不知道为什么啊 脸上没光 有时候甚至更加的这个 这个脸上更加的暗淡了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啊 所以我们求神用他的脸 他诗人用脸光照他 然后呢下边说 将律力教训他 注意这个很 脸光照有时候 我们这个蒙神脸的光照 我们会觉得很有一种主观感觉 这个主观感觉 必须受神话语 神律力的限制才好 要不然呢就变成一种主观的感受了 哎呀我与神同在 我感觉真好 你看有很多的人呢 在这个顺利的时候啊 这个处境很好的时候 工作也好 家庭也好 儿女婚姻都很好的时候 他会说 哎呀我和主的关系真甘甜啊 这个主真的爱我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处境好 顺境中 我们很容易说这种话 但是在逆境中呢 在人的欺压之下 在这种苦难的环境中 你还能够说 我与神的关系很好 很甘甜吗 如果那时候还能说的时候 证明你与神的关系 是真的很亲密 很甘甜 很真实 很美 所以呢 这个愿耶和华 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那诗篇中呢 也有好多这一类的话啊 这个像这个 诗篇三十一篇的这个十六节 求你是你的脸 光照仆人 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六十七篇第一节说 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好多这样的话啊 单一礼的祷告中 也这样说 我的神啊 现在求你 垂听仆人的恳求 祈祷恳求 为自己 使脸光照 你荒凉的圣所 不但光照他的仆人 也光照他的圣所 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祷告 也可以求主的脸 来光照我们的教会 对不对 光照我们 敬拜神的这个地方 因为圣经是有这样的教训的啊 注意啊 诗人求神用脸光照他 但是呢 你注意他没有停留在这里 如果仅仅求这个东西 他很容易变成一种主观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我自己的环境很好 我的状况很好 我就觉得神的脸光照我了 注意很容易 但诗人的祷告没有停留在这里 他求神又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这一点非常重要 没有神的律力 也就是神的话 作为客观真理 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果效的话 神的脸光照 就可能成为一种 人自己的主观感觉 主观感觉 不是 注意啊 常常就有人说这个 离开了神话语的规范 在那里 就是说 这个神与我的关系多亲密多甘甜 这就是有时候是一种主观感觉 没有经过神客观真理的检验 所以呢 诗人的祷告不是单单求 让我有这种主观感受 而是呢 要让我的主观感觉 是在你的客观真理的规范里边 那才是真实的 才是有益的 才是有趣 有笑的啊 所以你注意啊 诗人的这四项祷告呢 编织出来了 好像是一条慈生爱索一样 然后呢 牵着我们这些属神儿女的心呢 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但愿这个 诗人的这四项祈求啊 也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们能够在主面前 刚才像这个 凤诸带我们唱的 有一个祷告良辰 把一些别的东西都丢在一边 单单的被神的慈生爱索 所牵引着 来到他的宝座前 来祷告 好不好 然后呢 用诗人的这四项祷告啊 然后在主的面前清心吐一 好不好 我们就按照这四项祷告 我们所以呢 不单是明白真理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操练 好不好 我们一项一项地在神面前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一项一项地来祷告 这四项祷告 我们一项一项地在主面前来祷告 第一项呢 就是求你转向我 怜悯我 好向你肃长 带那些爱你名的人 好不好 我们大家 就在主面前发出这样的祷告 好不好 还是一起开声祷告 我们可以坐着 在主面前开声祷告 好不好 这一项祷告完之后呢 我请牧师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大家一起 求你转向我 怜悯我 好向你肃长带那些爱你名的人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希望在你面前有悔改的心 主啊 因为我得罪你 主啊 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交代 有一个认罪 有一个悔改 以至于你这个时候才可以转向我 才可以让你的怜悯显明在我的身上 我谢谢主 主啊 求你也照着你对那些爱你之人所当作的 主啊 来对待我 主啊 因为我心中也是真正的愿意爱主 求主的圣灵使我对你的爱更加的真实 求主的圣灵使我和主的关系更加的甘甜 更加的亲密 以至于我在你面前 主啊 可以蒙你的悦纳 我的生命 我的祷告都可以没有拦阻地达到你的身上 我做钱 谢谢我的主 谢谢我的圣灵 谢谢主 谢谢主 请邓牧师带我们祷告 谢谢主 在你面前能够成为祝你所喜悦的人 主啊 希望我们常常有时候软弱 甚至费力 惨罪 主啊 求主你甚至严慕 来到你的心理所的圣灵 主啊 在主耶稣基督的堡费里面 从我和我们的祸 主啊 就是让我们的怕你 在常常的光照 看到我们生命的本向 就需要对你去怕你的指引 算是对你怕你的堅慕 算是对你怕你的帮助 好让我们能够可以 随时的转向 及时的转向 主啊 求主你一般向我们 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主啊 愿你再接受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在这个祷告 这个祷告 与心理根据的这个分明会长终 我们再次对你来得到 只要你完整的得到 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主 就是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去奉祈耶稣基督的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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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下边 这个 第二项 来祷告 就是 按照世人的第二个祈求 求定用你的话 使我的脚步稳当 不许什么罪孽挟制我 我们 以神的话为我们的这个脚尖的灯路上的光 神的话来兼顾我们的脚 我们也要在祷告中思想 我们现在被什么样的罪孽所挟制 或者我们容易发怒 或者我们不诚实 对主对神不诚实 或者我们有任何其他得罪主的地方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不让这些罪孽挟制我们 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进入到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自由里面 我们还是一起祷告 让我们请福陶 张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 你既然如此地在我面前 把这个主的话语摆在我的眼前 主啊 我就愿意用主的话在主面前来祷告 主啊 求你用你的话使我的脚步稳当 我要走属灵的道路 没有主的话来兼顾我的脚步 我就无法走下去 如果没有主的话 走我脚前的灯 走我路上的光 我就没有办法走正确的信仰道路 而且我也没有力量 没有能力走信仰的道路 我谢谢主 谢谢主 当你兼顾我的脚步 使我走在正确和主心意的信仰道路上的时候 生命道路 生活道路上的时候 主啊 我就不会被任何的罪所挟制 主啊 在生活里面还是容易被一些罪挟挟 被一些轻易发怒的罪 被一些骄傲的罪 自一的罪所挟制 主啊 我就求你把我从这样的光景中释放出来 以至于我活在你的心意里边 主啊 蒙你悦纳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于主 请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祷告 让我们能够战胜 这些祖宗 能够靠在祖宗上 非常感谢 祷告我们祈求 耶稣的圣子 阿们 好 诗人的第三个祈求是 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 我要遵守你的训词 我们现在也许在各种难处里面 不管是在工作上 在侍奉环境中 像中国大陆的教会 在这种政治限制和逼迫中 我们求主 能够救我们脱离人的欺压 而且要有心智来遵守主的训词 我们大家还是一起开口祷告 主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时候要为着主 要有受苦的心智 事实上我们也常常落入各样的患难之中 不管是生活中的患难 还是因信仰而遭致的患难 主啊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有一位做宝座的主 主啊当我们在这种苦难 患难环境中的时候 我们相信主 你在你的宝座上掌权 我们相信你从宝座上 看顾你的众儿女 所以我们可以满有信心地求你 救我们脱离人的欺压 脱离各样的逼迫和限制环境 即便是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中 也是求主你加恩加利 叫我们靠着你的十字架 能够有承受苦难和超越苦难的能力 能够有心灵的自由 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自由中 来遵行你的律法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愿将一切的荣耀给你主 我们请丰主姊妹 带我们做这个结束祷告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阿们 阿们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为第四项来祷告 求你用脸光照仆人 又将你的律力教训 我们愿主将他的脸面对着我们 他已经转过脸来面对我们 我们让他脸光照我们 使我们得着他脸上的亮光 以至于我们的脸也能发光 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发光 我们满有基督的香气 然后呢 又照着他的律力来过我们 每天的基督徒生活 我们大家还是一起祷告 最后我来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 当我们像世人一样求你来转脸面对我们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从你自己的脸光中得着了光照 主啊 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的心灵主啊 就充满了你自己的怜悯慈爱 我们感谢赞美主 主啊 我们愿意主 你自己的圣灵引导着我们照你的话语 主啊 让我们来学习祷告 操练祷告 以至于我们的祷告 能够在你的心意里蒙你悦纳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主 也求主 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 只要我们遵行你的话语 主我们脸上蒙光照的 这个属灵的情况就是真实的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生命不发光 单单是脸上有这样的光 主啊 并不真实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 谢谢主 谢谢主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 你的圣灵又光照我们的内心 明白主的话语 我们谢谢主 你把祷告的这个言语 主啊 摆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的圣灵引导着我们 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主啊 来做和神心意的祷告 主啊 一致于你在你的宝座上 能够吹听我们的祷告 也成全我们的祷告 主啊 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 能够这些属主的儿女 能够用主的话语 主啊 来操练我们的祷告 主啊 越是用主的话语祷告 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 越能够祷告在你自己的心意里 主啊 祷告在你自己的旨意中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教会建造 都能够因着这样的祷告 主啊 得着主你自己的赐福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好 我还是要再说一下啊 我盼望我们今天来这里的弟兄姊妹啊 如果在网上听到的也很好 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啊 能够按着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的这二十二段经文 进行二十二天的祷告 就像今天我们所讲的 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方式 用神的话语祷告 你想一想 你不要说这个 在祷告的时候没有这个话可说 你把每一段经文的八节经文念一遍 已经是这个要两三分钟了 如果你再把自己的属灵的实际状况 带进去 像我们刚才那样的祷告 带进去的话 你这个祷告啊 至少是五分钟的祷告 有时候我们讲三句话就没有了 但是现在呢 你要这样操练的话 至少是五分钟 如果每天操练五分钟 十分钟十五分钟半个小时 那二十二天之后 我们的祷告情形就不一样了 祷告是不但要明白祷告的道理 祷告是要进入到 祷告的操练里面去 那今天我盼望着 我不单是要把这些道理 和弟兄姊妹分享 也能够实际的和弟兄姊妹 一同进入祷告的操练里面来 好不好 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